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然有些唏噓 有些感慨 亦有我們的概憤 當然如果更遠眼光看 有些事亦知道 今天所出現的情況 某程度應該估計到困難 困難在哪裡呢 就是當香港回歸了中國之後 成為整個國家的一部份 雖然有一個一國兩制 有一個深圳河隔著 但仍然跟台灣不同 跟台灣不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互相之間 那個關聯性是強了很多很多 而正正是這樣 所以香港的改變 為何這麼困難呢 就是因為 不會只是我們的改變 這個改變可能會開了一個閘 會影響整個國家 這是一個現實 我也不會騙他們 他們也會很清楚知道這件事 因為當香港選出一個特首 是一個反對黨的特首 他們就會問 其實那些學者都會問 如果一件事跟我們對著幹 怎麼搞 我說 你不要用這麼窄的眼光看這個問題 麻煩你放大眼 民主國家 你看美國 總統可以是共和黨 紐約的州長可以是民主黨 就算近一點是台灣 陳水扁做總統的時候 馬英九是做著台北市市長 當年圍著總統府的紅衣軍 也有不少是藍營的人士 堵塞著這個台北市 當時陳水扁就說 我台北市 星期一 可不可以通車先 他跟馬英九說 他說有很多藍營的人在這裡 他說紅營的一半有一半是藍營 他說麻煩你通車 否則台北就死了 馬英九 他就需要最後執行市長的職責 去清場 這個故事是說什麼呢 當時我跟他們內外的人交談的時候 就說 香港就算選一個反對黨出來 他主要就是理人的職責 做好他作為一個特區首長 所要做的施責 盡他的責任 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人事的關係 是一個制度的關係 你現在還想著誰跟我熟 誰跟我親 誰信得過 這些是封建的思想 新的思想不是這樣的 所以你們這樣的思想 所以搞到整個中國 連所謂的反對黨和你合作 其實是沒有合作可言 個個都是你的 個個都是你的傀儡 就是你這種思想 少少不同意見 你都受不了 我說你要接受這件事 香港就已經是特區 如果你不敢接受不了的話 第一 中國就玩完了 更加不用政改 中國 第二 台灣你不要跟他說了 叫人去民主化 回歸的時候 叫人不要再選總統 總統麻煩你給他催催 我說你玩完了 麻煩你 一國兩制已經成為笑話 台灣都已經 還有香港人都會這麼蠢嗎 選一個人出來會搞亂嗎 我相信不會這樣的 現在這麼多深層次的矛盾 其實政府你以為不知道嗎 為甚麼做不到呢 他做不到有很多原因 第一 他後面有千絲萬絲的關係 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 本身就是很多事情被制抓 第二 就是有很多爭論的事情 他又沒有信心去做 有很多事情你以為是對的 但有時候很少人都可以反對到他 一個沒有公信力 或者沒有認受性的政府 他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沒有信心 對自己 所以其實不用很多民眾反對 只要有些人很強烈反對 他都不敢做 甚至很多時候被人去學一下 我還記得 你知現在這些特首是很介意的 尤其是那次去完那個花市 他有沒有搞錯 我去到處都被侮辱 他真的試過有一次 他問民主有甚麼用 他說 你那些人的質素這麼低 那不要說他在哪裡說過 他說有甚麼用 民主的質素這麼低 香港人 其實在場如果我在這裡 我就會告訴他 他說 是啊 民主都會出現的 這些事情 我說加州的州長 他問那個書尼 《下例新來》 《下例新來》 被人扔雞蛋 人家怎麼回答 他說還有火腿呢 還有香腸呢 他說為什麼會扔雞蛋 是不是 人家怎麼會害怕 為什麼會覺得受侮辱呢 人家有民令的授權 而且有些有爭論性的事情 你不要緊的 譬如你 有一個人出來說你 你就麻煩你坐一旁去 我是選出來 我是多少萬票選出來的 現在是我 有市民信任 是我主場暫時 是暫時這個任記 我主場 是不是 我就要做我要做的事 不行我落袋 現在是這樣 但你現在就不是 六八九什麼都怕 任何人對他說的話 就是大聲一點他都怕 出到他市面 有些人去 當然有些人自在去到 跟著他搞他 當然不是很受這件事 但他也是受不得了 就是他受不得了 他受不得了 為什麼呢 他也是沒有這樣的授權 給他能夠對自己有信心 來面對這些事情 所以是很慘 所以我告訴市民聽 如果這麼久香港 是會慢慢地焗死的了 是會悶死 是會淹死的 因為香港自己厭死自己 這個就是他們說 溫水柱蛙也好 或者這樣下去 整個滿局 這樣的局是會死的 所以香港是要打出一條生路 給市民知道 這些經濟 這些東西一直會 深層抹襲到香港 是會一傑不振 現在就告訴大家 我們要看清楚這件事 不可以置身到外 不要以為經濟可以好 而政治可以被這樣腐敗 是不行的 與人生意 正存在 道路 一遍 之間 一遍 來 就是 油